哈喽,腹部最难练的就是小腹 从初起的状态到平坦小腹 我最常练的就是这一套动作 视频是跟练版 练完一遍,唯一一个循环 你需要重复六遍 非常的有效果,你一定要试试 动作一,坐姿后仰40秒 双脚向前去膝 上半身向后,到腹部开始颤抖 发力就停下 可以略微地含胸,缓解后腰的压力 持续保持腹部发力 可以戳一下它硬邦邦的 动作二,坐姿交替抬腿 左右攻五十六次 保持坐姿双腿并拢 呼气时侧向抬起来 吸气下落,两边交替进行 对下腹的练习很有用 动作三,仰握空腿三十五秒 先将骨盆旋转一下 让背部完整的贴在垫子上 慢慢抬起双腿向前伸到腹部开始颤抖 后腰即将出现空隙时 停住,保持在这里 注意后腰一定不要出现空隙 中文字幕提供 多做四 仰卧抬腿15次 继续仰卧背部贴紧 吸气上抬双腿地面垂直 呼气腹部发力 尤其是小腹收紧慢慢地下放 同样保持后腰不要出现空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动作五 仰卧碰膝15次 抬起双腿 呼气时两侧向中间收 手尽力去碰到小腿的位置 吸气再落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后一个动作 仰卧剪刀腿35秒 还是保持背部贴紧 双脚交替慢速的剪刀腿方式 小腹会酸到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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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进行简单的拉伸 双手放在胸两侧 吸气 手臂伸直 胸口向前推 伸展到腹部 呼气落下来 传续三次 每次练完呢 都可以进行简单的拉伸 每一遍之间的休息时间不要太长 加油哦 开始第二遍的练